韩国瑜找来韩国水源市举行地盟仪式拼高雄经济 却批评台湾鬼混二十多年没进步 我们连新加坡的尾灯都看不见了 新加坡的香港突飞猛进 我们到现在这几十年都在吃老本了 这还要漠视这个问题吗 韩国瑜此话一出立刻被财经专家谢金河打脸 脸书反批台湾没有鬼混而是辛苦调整二十年 更以GDP分析从蒋经国时代八%左右 到了李登辉时期降为两%到六% 碰到中国经济快速扶摇之上 台湾遇到大风大浪也会减速 再看看过去台湾经济转型 蒋经国时期的十大建设 传产兴起到李登辉时期 企业西进中国台湾走向代工 一直到现在以高科技与服务业为主 产业不断转型 经济稳定成长 这个不是鬼混 只是说他用了一个 你可以说他很善于用很庶民的语言 但是经济是很专业的 专业数据会说话 央行总裁杨金龙更指出 台湾经济成长率3.8% 超越香港3.3% 位居第三 人均GDP虽然从20年前第三降到现在的第四 却大幅缩短香港的差距 我会操纵台湾人的想法 他就说台湾鬼混20年 好像台湾真的鬼混20年 这句话我觉得是失言 也表示他对于这个经济是门外汉 台湾努力成长 辛苦调整 却被韩国瑜说成鬼混 不仅被专家打脸直接抹杀的 是企业与劳工们辛苦努力的成果 三连新闻李卫廷 陈彦豪 台北高中 中华大